拜登評擊校園騷亂,反以示威因親喊避掃 中共發行超長期債,學者指借新還舊讓危機 華為電動車高速上車燈全滅,駕駛員客外 哈馬斯領導人呼籲修改人質協議題案 歐洲歌唱大賽移除巴勒斯坦旗次標誌 美國總統拜登5月2日猛烈評擊在全國大學校園造成嚴重破壞的反意識列抗議活動 拜登在白宮羅斯福廳發表演講,期間警告說 損壞財產不是和平抗議,這是違法的 破壞、入侵、打爛窗門,導致校園關閉 強迫取消課程和畢業典禮,這一切都不是和平抗議 他譴責哥倫比亞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等學校 爆發的惡性反猶太示威活動 並表示,美國尊重並保護表達權 但並非意味著它應該依從暴力、破壞和仇恨 身為總統,我亦將永遠堅定的維護法治 他表示,目前外界看到的大學抗議圖像已經反映了現實 應該強調的是,和平抗議是美國人應對重大問題的最佳傳統 但我們也不是一個無法無天的國家 我們是一個公民社會,秩序必須佔上風 也是在當日,美國一家主要律師事務所 起訴號召學生示威的巴勒斯坦正義學生組織 並指控其支持哈馬斯恐怖主義活動 據悉,10月7日以色列南部恐怖襲擊的9名幸存者 發起聯邦訴訟,指控全國範圍內大學抗議活動不斷升級 引發反猶太主義情緒 並譴責組織校園示威的巴勒斯坦正義學生組織 及其上級是哈馬斯在美國的合法者和宣傳者 報道指出,美國和全球主要律師事務所 Greenberg-Churic在5月1日 向維珍利亞州東區阿力山大分院提出訴訟 指控美國穆斯林支持巴勒斯坦組織 涉嫌對哈馬斯和其他附屬恐怖組織提供物質支持 並將其業務擴展到美國大學校園 成立了巴勒斯坦正義學生組織 訴訟書稱,這兩個機構正在協調佔領 全國數十所大學校園 以迫使美國政府和學術界屈服於哈馬斯的意願 因此,希望公開揭露這些組織的恐怖分子身份 並確保他們不能在美國和其他國家開展活動 發起訴訟的9名人士 包括7名美國公民和2名以色列人 這些人士在10月7日的哈馬斯襲擊中行傳 他們譴責在美國校園活躍的兩個親巴組織 已經違反了《反恐法》和《外國人侵權法》 也是在最近,美國田納西州參議員布萊克本 呼籲美國政府撤銷向同情哈馬斯的國際學生發放簽證 布萊克本向美國國會報表示 我認為,對於那些出去抗議、高呼美國去死和以色列去死 以及同情哈馬斯的學生來說 如果他們是外國學生,我會取消他們的簽證 並將他們驅逐出境 他強調說,你不能夠倒串說 我是哈馬斯或我們是哈馬斯 然後在美國校園中趕走猶太學生 如果他們是聯邦學生貸款借款人的美國學生 他們的貸款應該被取消 因為這些貸款是由美國的納稅人資助的 同時,如果他們在社交媒體上公開支持哈馬斯 美國應該將他們添加到恐怖分子觀察名單和禁飛名單中 4月30日,中共政治局會議期間 要求及早發行超長期特別國債 加快推動專行債的發行和使用 被學者指出,涉及用新債還舊債 最終將會為子孫留下和還 也有分析認為 中共現在非常以賴長期債的手段緩解經濟危機 在此之前,政府債發行進度 通常由財政部門來督促 這次上升到中共政治局會議層面 顯示出中共政府開始覺得特別國債的發行有緊迫性 當被問及中共政治局這種做法 顯示中國經濟有怎樣的問題時 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 大陸經濟所助研究員王國神 對希望之聲表示 中國大陸現在講到尾就是沒有錢 所以需要透過超長期國債來提供資金 房地產商也傳出來 可能由政府來兜底 大概需要4萬億人民幣左右 然後地方的城投債 就是地方的隱形債務也需要兜底 然後中央的很多建設也需要發債 透過超長期國債來處理 王國神認為 中共的超長期國債不是所謂的一年兩年 五年十年 而是更長期 涉及借舊換身 這樣的做法來自習近平政府的授意 事實上 現在很多的超長期國債 透露出來的都是五十年起 換句話說 某種程度也是以借新還舊 中國大陸地方債推行大概是十年後 很多人的債都要到期 所以希望透過這樣的方法續嚴 習近平要求 中共央行要去收購國債 而外之音是 銀行本身的錢也不夠納 所以必須由中共央行出來兜底 換句話說 不管是政府或者是銀行 都已經沒有錢納 華為日前發行問介M7電動車質量問題頻出 在讓出電動車高速追尾灑水車氣囊失靈的嚴重事故之後 近日又傳出在高速上行史時車燈熄滅的消息 引發輿論嘩然 5月1日有華為車主曝光短片 顯示出華為電動車在夜晚行車期間 內外車燈突然熄滅 令司機眼前瞬間一片漆黑 車主後怕擔心可能會造成嚴重事故 譴責車輛存在嚴重問題 網傳的原車紀錄2短片顯示 5月1日晚上1點多鐘 華為車在高速路上行史 在高速上行到一半時 該車突然前車燈全滅 還閃爍了一陣 短片發布者說 當時坐車的人害怕 我更怕 還安慰她說是自己關的燈 車是全新 但實際上 她心知是華為車出現了質量問題 博主表示 將短片上傳抖音只是一個目的 希望引起技術部門重視解決問題 她表示 車燈失靈的款型是 文介M7四驅自駕版 被認為是華為的高端款之一 消息傳出後 另一位華為車主表示 亦遇對了同樣問題 文介新M7 在時速110的情況下 儀錶燈、中控顯示器 氛圍燈、車外燈光全部熄滅 感覺自己在陽泉路上撿回條命 為而是 傳感器誤判了 告訴黃色反光牌反射的光 以為是白天 這樣的情況真的是聞所未聞 在此之前 不少車主反貴了 華為智能駕駛車和安全氣囊彈不出 沒有人工接管等問題 網友錦蓋說 你買的這個牌子出了事故 也不能夠維權 在此之前 華為問介M7 山西追撞導致車內三人喪生 誓者家屬維權導致政府撕壓 最後被迫出面表示息事令人 刪除了上傳短片 此舉被認為是華為火同中共政府 對車輛出現質量問題的消費者撕壓的結果 5月2日消息 根據媒體報導 哈馬斯領導人辛亞爾 在目前的人治協議談判中 仍提出三項要求 這些要求和以色列和美國提出的提案背道而遲 2日晚間 一位和哈馬斯領導人關係密切的消息人士 向以色列電視台第12頻道表示 辛亞爾繼續要求直接結束加沙戰爭 以色列在今為止拒絕接受這個條件 據報導 辛亞爾希望獲得無條件結束戰鬥的書面承諾 此外 還要求以色列不要阻止巴勒斯坦囚犯返回西岸 這些巴勒斯坦囚犯將被釋放 以換取從以色列綁架的人質 根據最新的協議草案 以色列希望將無期徒刑的囚犯 送往加沙走廊或國外 此外 加沙地大的哈馬斯領導人 希望獲得以色列不干涉加沙重建的要求 相關主張也不被以色列接受 原因是如果這樣做 哈馬斯將能夠重建其隧道和基礎設施 華爾街日報引述阿拉伯談判代表的話說 新亞爾之所以做出這樣的主張 是因為新亞爾相信 它能夠在以色列對拉法的軍事入侵中 行傳下來 報導說 預計新亞爾將拒絕任何不談論停火的可行協議 2日當日 以色列當局同樣預計 哈馬斯會拒絕最新的人質交易提議 在這種情況下 戰時內閣討論發動拉法地面打擊的可能性 以色列政府此前宣布 如果未能達成協議 將迅速在加沙走廊南部的拉法地區 發動全面地面打擊 以解體哈馬斯軍隊的四個營 歐美國家大學發生的反猶太示威動亂 正在使歐美倒向另一邊 5月2日 歐洲歌唱大賽組織者宣布 他們可能會移除與巴勒斯坦有關的旗幟或標誌 以響應對以色列的支持主張 歐洲歌唱大賽表示 他們保留下星期 在瑞典舉行的比賽中移除任何巴勒斯坦旗幟 和親巴勒斯坦標誌的權利 據稱,在比賽進行時 親巴勒斯坦團體將在馬爾默舉行大規模抗議活動 引發比賽者對動亂和不安定因素的擔憂 按照採訪要求 參賽者只允許攜帶和展示參加該活動的國家的旗幟和純色旗 瑞典通訊社TT報導稱 任何試圖攜帶巴勒斯坦國旗或帶有政治標誌的人 都會在入口處被警衛攔著 比賽執行主管奧斯特達爾告訴TT 這些規則與去年相同 不過外界認為 賽方單獨重申撤銷親巴標誌的條款 已經暗示了對親哈示威者的不歡迎 歐洲歌唱大賽將在5月7日至11日在瑞典南部的馬爾默舉行 每年都會吸引數億觀眾 最近幾星期 美國大學校園及其他多地出現了反猶太的示威活動 在比賽進行之前 瑞典警方警告說 現在瑞典面臨恐怖主義威脅 安全措施將十分嚴格 同時,希望前冠軍以色列 退出歐洲歌唱大賽的親巴勒斯坦活動人士宣布 在距離比賽場地幾公里的馬爾默市中心 舉行大型集會 以色列國安委員會2日發出警告 敦促公民重新考慮前往馬爾默的旅行 政府部門稱,當地會成為反以色列抗議活動的焦點 可能會有示威者呼籲攻擊以色列人和焚燒以色列國旗 這次新聞播報完畢,多謝收聽